不畏美中晶片大戰 台積電啟動先導計畫 繼續擴建立國 最新一奈米廠傳出 落腳桃園龍潭科學園區 儘管公司回應說不排除任何考量 但桃園市長鄭文燦 搶先一步對外證實 龍潭科學園區 那麼在我的任內完成了 第二期的徵收 那第二期也主要是由 台積電的封測廠在使用 那第三期可以提供給龍科廠商 更大的設長空間 布局桃園最大考量 其實就是人才 而奈米以下製程 得靠龐大研發人力當後盾 離竹科近成了龍潭先天優勢 在未來高效能的一個運算 對於半導體中長期 結構性的一個需求 依然是相對看竅的 三奈米以及五奈米 生產重鎮是放於南科之後 那麼未來在兩奈米的一個世代 將會再次的回防到竹科 當全球半導體面臨衰退之際 台積電選擇衝刺先進製程 新竹除了是總部研發中心 二奈米廠也進行用地取得程序 桃園蓋一奈米 台中二奈米評估中 但高雄原先規劃 二十八奈米和七奈米 現在七奈米可能還咖 最主要是著眼於目前在PC 以及在智慧型手機的一個需求 是顯得比較疲弱一些 所以現階段來講 七奈米製程它的一個產能利用率 是有出現下滑的 擴廠腳步滾動式調整 但人才需求沒斷過 台積電啟動真才計畫 11月要在高雄真技術員 門檻只要高中職畢業就可以 年薪上看70萬 預計要真一千五百人 填滿人力缺口 確保台積電競爭力繼續領先全球 新新聞許川彭志華採訪報導 今宗主要是正確保台積電競爭的 今宗主要是正確保台積電競爭的